今天早晨缺险和这个女网友讨论了多动症的问题 她认为自己的生理缺险是不可克服的 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巡视障碍 都是靠自己的艰苦训练是不能够改正的 缺险给她举例子 因为多动症缺险还真聊过一个女网友 这个女网友是在柏林工大读博士的读城市规划蛮远 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2010年吧 10年前她比较喜欢那种日系的打扮 打扮得很扎眼 本人长得就是一般人是吧 比一般人稍微有点姿色 1米6小个也不好看 一般人吧 她说这种女孩年轻女孩啊 你不要太这个把自己的注意力啊 和这个焦点呢 放在自己的外表上捯饰资格 你过分的捯饰资格 你能招风引蝶 这个招猫斗狗 吸引来的全是色狼 全色鬼 没有一个想正经给你过日子的 因为什么呢 正经过日子的 或者说对自己这个人生有规划的 脚踏实地的 尤其是学霸性的人 是不会注意到你的 因为她觉得你轻浮 觉得你呢脑子都放在这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毫无价值的东西上 她觉得你这个人傻 她觉得你这个人又虚荣 又轻浮 然后对自己人生又没有规划 她就看不上你 说句话 学霸性的男性是看不上你这种 虚荣轻浮的女孩 哪怕你自己在如伯手 但是你给她留的印象 就是你的心态 她觉得你的心态 就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觉得你是一个傻子 然后她呢 就是因为打扮的太那个日系 她就放在脸书上 她就吸引了这种 有性癖 这种性癖 这种白男是什么样的白渣男 白垃圾呢 就是她要把这个东亚女孩 当成性奴 来玩弄 来调教 来满足自己特殊的自卑心理 这个男的她就有多动症 她一生都在服药 她本人读到了两个硕士 但是呢 你看啊 你别看你这个女孩很优秀 读到了博士 在这种男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逼可以操的免费的逼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你的聪明才华啊 在她眼里屁都不算 你所有的价值都集中在你的逼里 你就是性奴 你就是傻逼性奴 可以被她调教玩弄 满足她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傻逼性奴 连鸡都不如 鸡你还 这个这个男的还不敢 随便的 对鸡怎么样呢 鸡还有自己的人身安全 还有人身自由 还有讲价呢 你你你就是最廉价的 他就是这个男的追这个 柏林富三代啊 这个有多动症的 这个男的 垃圾屌丝 别看他们出什么再负个人家 这也就是寄生虫 他本人毫无价值 毫无能力 就是靠着家里的这几个 这点臭势力 臭钱 臭人脉 就到处玩女人 在国内玩 玩了一个 在上海当户飘的 一个温州女孩 还让她就是 拼命的这个女孩找到 就是通过网上的痕迹啊 逐死满脊找到了这个女网友 这个柏林的女博士 告诉她 说呢 你现在这男朋友 在上海就玩了我 拼命的让我 让我给她口叫 很脏很臭的 这个鸡巴塞在我嘴里 很恶心 还把经验 射进我的嘴里 这样说 能让她刺激 能不能爽 你说她 会把这女人当成什么 她把这女人当成了 自己的小便器 金盆肉便器 这叫男人内心里恶毒的想法 所以说 这缺姐 现在跟缺姐聊的这女网友啊 说她跟她老公玩的 SM游戏 我一听 哎呦 这么作戒你 她把你当成 金盆肉便器 性奴 连鸡都不如 连鸡都比 在你老公的眼里都比 这个你的价值 你的地位要高一些 因为鸡是买单的 是花了钱的 你呢 你是不花钱的 你还是倒贴的 那可不 那就你的性价值 被极大的压价了 坐下 连你的人格都没有了 最脏最臭的地方 塞在你吃饭的地方里 你想想 她有没有尊重你 然后这个温中女说 自己自己受不了 就是曾经啊 给她口交 还把这个 给她这个金益的设定 她嘴里 受不了 然后又看到这个男的 把她无情的抛弃了 然后还在勾引这个 柏林的女博士 这女博士呢 她不觉得 这是一个警告是吧 这个信号 就是很强烈的信号 就是这个人 这个男的是一个不正常的 不仅生理上有缺陷 心理上更有疾病的 严重疾病的自恋情人格障碍的 这种垃圾屌丝 你就马上就应该及时之死 你就应该离开 我都劝她 我说这种人是人品 非常黑暗的 人性非常卑劣 我说你要及时离开她 她不听 她还要继续跟人家混 一是看着人家的家境了 柏林本地的做制冷 他们家开的公司 这个工厂企业 是做制冷设备的 那种大型的制冷设备 为工厂 为企业 为这种 就是大型的 不是我们平常的家用的 这个冰箱什么的 她就看着人家业了 又看上这个本地来找她 还经常的就是 她好像就比较虚荣吧 她觉得自己能帮忙 一个富三代 能跟人家怎么着怎么着 人家就是骗一炮 其实就想八吊无情 就想把她给甩了 不想搭理她 你说你这个女博士 你说你应该是在学业上精进的 专注的 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些 虚荣的 虚无缥缈的 非常轻浮的 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结果你就被人家白嫖了 然后肚子还搞大了 还不认账 所以说曲姐姐一直想说什么 那这个妻的视频想说什么 就说如果呢 你没有今天的美貌 你的颜值呢 就属于中等偏上 像是这种普通人里 是在你的人种里 你的国家里 或你的小圈子你就中等偏上 你就不要打扮得那么标心立意了 不要打扮得那么 还什么精致女孩 什么白富美 其实你吸引到的全是色狼 垃圾屌丝 你吸引不到真正跟你好好过日子的 脚踏实地的男人的 因为这种男人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脚踏实地 他就觉得你是心无缥缥的较紧 双脚离地的 你不接地气的 如果你长得一旧 你得认识到 如果你没有就特别好的身高 你没有特别好的身材 又没有特别 啊 这种洋气的五官 你看 你就 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人啊 吐了巴唧的 或者你就不要 为了摆脱自己所谓的土味 拼命地捯饬自个儿 没用的 说句实话 确实啊 如果 就这些日子啊 经常中午的时候 在这个中小学放学的时候 坐公交车嘛 就看到大巴是那么多的俊男美女 那真的不需要大巴的 就穿一个普普通的跑步裤子 一个简单的T恤 就是灰色的跑步裤子啊 什么白色黑色的 什么这种黑白灰的这种T恤 就扎一个马尾 就这种女中学生 就是一眼就看 戴着口罩的一眼看的时候 真是大美女 惊天的美貌 这是不需要打扮的 打扮什么呢 你就往那一站 就停停欲裂 就婀娜多姿 你说你谁不想多看镜啊 这用得着打扮吗 你有这样颜值 根本就不需要打扮 打扮份都是多余的 就那大眼睛大的 那睫毛长的 那鼻子高的 那头发卷的 那真的像洋娃娃一样精致 就长成这样 长得个儿高 一米七左右的个儿 那身材 那少年 你想想 少女少年的那个身材 正在抽条的 她没贴肉 那可不就是好看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个现在我一直特别 这个讨厌就是 现在年轻人流行的 这个消费主义 拼命的让你们乱买 乱穿 乱捣尸 把自己过度的修饰 然后还掩饰不了自己的 颜值的平庸 说句实话 人都不是瞎子 你是不是美女 不管你打不打扮 你都能呀 除非你去整容去 只要不整容 你打扮成什么样 都能看得出 你颜值是平庸的 这缺姐说实话了吧 为什么缺姐不想打扮呢 缺姐自认为自己 不是什么惊天大美女 身高就不够 身材也不好 现在也不年轻了 你还打扮成什么花质招展的 你去看着他们像老妖怪 你就缺姐一看 在公交车上 你经常大街上 也经常看到那些老妖怪 打扮的 哎呦 一看 这真的是又没品位 又没有自信 什么人才拼命的打扮自己 那就是言过是非 这不叫言过是非 就是类比一下 我们通感类比一下 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颜值不够 你才想用打扮来凑 你真的对自己颜值有自信的人 是不屑于这么拼命的打扮自己的 你乱花钱不说 而且呢 你吸引来的全是垃圾 全是好色之徒 全是想白嫖你的白嫖客 没有一个正经人会看上你的 正经人他就觉得你这人心态就有问题 你这心态就跟他不是一路人 他怎么会接近你呢 所以说你给自己人生增加这么一个卡 比如说这个女博士 明明读着博士呢 你说你就好好钻研你的学业就行了 好好用你早早的毕业是吧 跟你的导师 那个老太婆关系搞好点 有什么课题 你多跟他聊聊 然后他心思都在这搞对象 拼命的搞这些不靠谱的对象 你说你在这认准了人 认准了一个脚踏实地的 也钻研学业的 或者说找一个学者行的 跟你是同行的也行的 不他就乱找 就是凭自己情绪来 所以说确实觉得他这个 这个女孩他一直有很严重的自卑的 这个心理问题他没解决 他严重的这种自我意识 他没建立起来 他对自己不够自信 他需要建立更多的社会 性缘关系 来找到自信 然后他让自己就陷进去 陷得更深 沉迷进去 然后全是垃圾人在围绕着他 明明是个博士 是搞学术的 你说你为什么要跟这些垃圾混在一起 然后你在他们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性的符号 你本人的所有的才华 所有的这种学识 一文不值 人家都看不到你的学识 看到的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肉体你的性价值 你的所谓的性魅力 然后这种人生如果说颜值又没有多高的话 人家就完全是作践你的 你说人家这些垃圾屌丝们 他难道看不出你颜值就是普通人吗 要凶没凶要身高没身高 要脸蛋没什么脸蛋 人家给人家是瞎子吗 能看不出脸子 为什么要找你呢 就想作践你 想玩弄你 想把你当成这种廉价的 低等的低烈的 性奴东亚 性奴黄皮肤的母狗 用他们的这种作践女的话 就管你叫母狗 来作践你 来寻找这种精神的优胜感 用性别勇士来打败自己的内心的自卑感 这种有多动症的这种屌子 他内心是很自卑的 一是学有困难的屌子 是很自卑的 另外一个是他有什么疾病的 有极限或者家境比较差的 非常自卑 只要他们找到任何的机会 他们都要作践女人 然后就被人家踩低了 然后你就开始产生自我怀疑了 然后你再加上你自己还要打胎 还要人流或者怎么着 或者说你独自带娃 你想生下来 这人生给你增加了多少的负担呢 多少难题 心理的问题 你恐怕你都 这辈子你都解不开的 所以说就是 这女性啊 尽量的不要利用到自己的性的 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跟性有关的东西 要远离一下 在你年轻的时代 你离得越远要好 你不要为了让男人来承认你的价值 男人所承认你的价值就是 你可操 没有你在他原理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男人就是不承认女人的价值 就是要作践你来寻找星神的优胜感 包括这个女网友 他找的这个垃圾老公也是这样 他的老公叫他妈一赖皮狗 就是一个心理变态阴暗的 极度阴暗的赖皮狗 落水狗 丧家全 他居然还当成宝 还当成主子 完全就被他的这个垃圾老公 调教他是一条非常听话的女性奴了 那你那你可不 那你就你你这辈子都很难有动力 说我自己要站起来 我要寻找自己的啊 生存空间 他没有动力了 这就想哎呀 我就靠着哄男人开心 我就能护能这辈子活下去了 他永远都会这么想 让他自己振作 他永远都振作不起来 这不就是你被这个男人吸干了你的情绪价值之后的结果吗 就是你没有动力去解决你个人的问题 你对自己一生都永远付不了早点 这就是缺解为什么要告诫年轻广大的这个女网友啊 一定要年轻的时候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业上 放在工作上 不要太早的进入这种信用关系 尤其是不要随便用消费主义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 或者说比较贫乏的匮乏的自我 你还是要多读一点 各种 哪怕说我童年有过什么心理创伤心理应用 那都看心理书籍是吧 或者说我培养个业余暗号 或者说呢 我建立非常良好的健康的社交圈子 我找一大堆有些跟我讲义气的朋友 靠我的朋友来滋养我这个干瘪的自我 这个可以 但是你不要太早的进入这种性缘关系 因为性缘关系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性女性的所有的性价值都不是被压榨被贬低的 被侮辱的被损害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早的 要这个 获得男性对你们的性魅力的认可呢 一文不值 男人对你们的认可一文不值 因为男人本身就没有加持 男人本身也非常的恶毒 他们内心是恶毒的 是下贱的 然后反正把你做建成 你是一条下贱的木狗 你说你觉得划算吗 就必须得识破所有男权社会的这些谎言 骗术 花招 应是消费主义 构陷女性 这消费主义构陷女性 这太多了 早在一两百 一两百年前啊 这个资本主义刚萌芽的阶段就有了 你多读下这个世界古典名著 什么包法利夫人 什么项链 什么这些 腐败楼的 墨薄桑的 哪个没说到这个消费主义是怎样构下女性的 怎样这个消耗女性让女性威医生物都落入穷困潦倒的境界呢 不长脑子呀 真的是不长脑子呀 然后还傻傻的还虚荣的 确实说句实话都不需要看你们本人 我就把照片给我一翻 就知道你是不是又虚荣又愚蠢 又愚蠢 还自明得意 自我感觉良好特别自恋的这种傻逼 一眼都看穿 很多这个网友呢 其实是比较怕发给缺缺照片的 因为缺缺一眼就看得穿 你这个心态上的缺陷在哪 你现在的什么样的状态 就从照片里精神面貌 你的气场全部写着 甚至你的过去的经历 所有的信息都写在你的脸上 谢谢大家